哈喽大家好,小朋友NioDesk 台版即將要迎來這個引華的新活動 那引華新登場的這些角色他們的能力到底如何 我們來廣開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能帶 黑絲黑腸子相信應該或多或少 有對他有耳聞的人應該蠻多的 首先第一個技能呢,他可以增加自己的迴避率 迴避率喔,所以他的生存很高 還有減少前方這個部隊的一個雷擊傷害 迴避率自身迴避率很高,生存很高 還可以幫前排減傷,這是相當了不起的一個技能 另外一個,對空母增傷就算了 他還可以Buff前排部隊的這個雷裝還有暴擊值 不明是意,他就跟神通一樣 只不過神通只能Buff這個青巡跟驅逐 他是只有前排,前排不管是誰 你中巡誰都可以放 所以他就是一個伊吹的Buff機 以前伊吹通常都是沒有辦法跟神通合作 所以這一隻能帶可以跟神通合作 而且還可以減少伊吹被雷擊的一個傷害 所以這隻角色不僅在生存上面很高 他自身雷擊也很高 Buff能力也很好 對空表現也不錯 所以在高難的環境 比如說12、13張 他拿來做為一個前排的坦克兼打手是相當相當的好 而且力會也很好看 也有Live2D 基本上這隻角色你沒有好挑剔他的一個地方 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峻河 峻河如果你有玩過Crosswave這個遊戲的話 相信他在做為第二女主角應該是蠻熟悉的啦 他的技能其實也蠻簡單的 第一個就是彈幕 20秒其實他發射彈幕 所以跟主砲無關 那這個彈幕其實很多的樣式 他有跨射、有平射、有側甲彈 那如果你用在演習的場合 那演習場會增加他的威力、樣式 看起來很華麗 不過子彈卻很分散 這個形態很明顯就是他只能用來做到中旗艦用 再來不滅之盾 這個也是蠻簡單的 他就是幫助後排做減傷 不過這CD有20秒 乘傷15秒 那CD有20秒 這20秒其實也是被打架的 如果你真的說要幫後排乘傷的話 還不能用男龐來減傷 比較好 基本上這個不滅之盾呢 就是用在推圖的時候 或許還可以用得到 整體而言他的屬性都不錯 只不過因為彈幕的關係 他必須要佔旗艦 所以如果你有長門的玩家 基本上長門是不會讓旗艦給他 那他站在瞭艦的話 就讓回這個彈幕 所以這隻角色 只能用來收藏或是有愛的話 拿去推圖做旗艦用還可以 基本上你要跟長門搶旗艦的位置是不可能的 不過他的立繪畫石還不錯 是藤原畫石 他整個畫得非常的漂亮 我很喜歡他的畫風 還有他這次的Live2D 非常的華麗 我非常的喜歡 如果有喜歡這隻逆繪的玩家 不妨把他帶回去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龍鳳 龍鳳是一個輕行 所以他最大的好處就是在於他的輔助功能 這輔助功能呢就是補血 他是補自身耐久值的3% 那如果你後排有三位的話 會補量會翻倍 顧名之一啦 你後排就是要帶滿 補量補的比較多 那整體120級來說的話 他可以補到337 而且是我方角色這個血量最低的人 所以不管是前排或後排 只要相對於是我方角色最低的成員 他都可以補到 所以算滿全方位的 只不過只能補一隻啦 相對於這個獨角獸可以補前排8% 那這個龍鳳呢可以補全體 單體 所以他的補量非常的高 就以單體來說 所以他可以跟獨角獸一起去做搭配 補完前排 如果前排血量還有更少的他可以去補 那如果補完前排 前排都滿了他可以補後排 所以他跟這個獨角獸的搭配是非常非常的完美 在你要開拓這個13章的時候 是非常好用的一個角色 第二個技能 防衛技能 他就是跟這個潛水艇相關的 可以幫潛水艇減傷補血 甚至潛水艇打擊殺人的話 他也可以增加這個龍鳳的傷害 顧名思義啦 這個龍鳳就是要配合潛水艇 在你開拓13章的時候 有更大的一個保護補血還有輸出 所以龍鳳基本上是你開拓13章必備的一個角色 你可以跟這個半人馬跟獨角獸 還有前面說的這個能帶 一起組隊去打13章 相信這個體驗是你全所未有 以前你被13章打得迷迷冒冒 這一次有了龍鳳有了能帶 這打出去是非常非常的輕鬆啊 你不抽這隻實在是太可惜了 而且這個是Tony的畫風 他裡面還有這個正月的Live2D 非常的香啊 好 再來我們看一下響 響是一個驅逐 經過那麼多年終於找到響了 響就是我們一般密大腿驅逐的一個代表 其實他的技能很簡單 就是刺發魚雷嘛 有機位發射兩次 再來就是損血的技能 20%的耐久回復 可是他的血量很少 這個損管的這個技能 跟我們一般的唐斯卡仙那筆 其實不太好看 基本上就是算是比較坦 稍微有點耐久度的一個前盤驅逐 那他跟我們的這個小響雷電呢 一起出擊也可以增加自己的一個素質 所以這個角色呢 基本上立繪好看 那密大腿擔當 那如果你跟這個小響雷電 有密切的關係的話 很想用這些角色出擊的話 也是可以滿足你的這個收集欲的 好 再來看一下鬼怒 鬼怒直接登場呢 他就是可以改造成金皮 少數可以改造金皮的一個清巡 那第一個技能呢 其實就是自我提升的一個技能 然後包含跟前推挺相關的一個buff 再來二技能呢 其實也有這個 增加魚雷傷害還有刺發的一個效果 所以這些技能其實還蠻基本的 那改造完雖然屬性有所提升 但是技能很基本 不是很top的角色 所以實用率不是很高 因為前面已經有能帶這種角色出現 他改造完還比這個神通還要弱 基本上他就是很少會有登場的一個地方 就是改造收集完圖件 基本上就是放在倉庫裡面了 好 最後我們來看一下瑕之角色 瑕之角色其實也不用多說 他就是一個賣萌的一個角色 如果你喜歡這一類的蘿莉的話 其實買回去收藏也是一番樂趣的 其實還蠻可愛的我覺得 那基本上技能呢 就是buff重音角色的雷裝 然後再加自己的生存 使用率不是很高 只有收藏用的一個價值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可以湊一隻回去 好啦 綜合以上所據 所以這次的活動呢 總共你要建造的就是兩金加一紙 這人帶可以換可以撈 累計的這個響也可以用 所以總共你就是兩金一紙 那如果你一定要建造 我這邊推薦的話 一定就是這個龍鳳 那因為我剛剛說的這個戰劍 可能沒有長門的空間 再來剩下這隻驅逐 就是一個收集的一個樂趣 剩下你唯一能夠一定要拿到的 就是這個龍鳳 這攸關你在於崔13章的一個舒適度 好 那這一次有沒有什麼特別好撈的呢 其實好像也沒有特別好撈的 就像C3如果你是新手的話 可以撈撈看這個貝野炮 那還有這個反潛的道具 剩下的這個魚雷啊秋月炮啊 看你有沒有興趣或是有缺的 不過因為大部分的人 都會去撈D3這個能帶 如果你有撈到的話 就現賺8000點 那至於D3這個地方呢 其實是打黑高雄 如果你是自虐的話 你肯定會被他打到不要不要 那打黑高雄有非常好的一個訣竅 就是你直接把前排半隻洞 半隻洞放在這個櫻花陣裡面 就算你用臉去接他全部的子彈 也不會痛 所以如果你對打黑高雄有問題的話 請使用半隻洞 會讓你打得非常得心應手 好啦 以上是這一次 對於櫻花的一個角色相關介紹 希望能幫助你了解這些角色的能力 還有你應該要抽哪些角色 記得就是那個能帶 你不要讓他留了 送你還不要 這是太可惜了 好啦 我是長天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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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們下次見 就要拿到很正常 說明 接著